健康四小寶 是綠茶素 洋蔥素 蘆蕙素 松米森素 這四樣東西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癌細胞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份一定是對癌症會發生作用的 一定是殺癌細胞 這個是醫學報告來的 人家說了的東西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叫做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因為它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素米森素可以逼癌細胞凋亡 奴蕙裏有一種東西叫做醫務電 另一個健康食品叫做綠茶素 綠茶素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逼它自殺 用酥米森素逼它衰老 用蘆蕙素 令它擴散不了 好,我們回到新一集的軍火器 是嗎?Alex? 是呀,我是病了Alex 所以我的聲音比較差 暫時還沒有穿不穿不穿的Larry 好,我們今集就是福伯寺特輯 首先要感謝Alex 因為Alex真的病了 錄音這一天就是耶穌受難節 是嗎? 是呀,Good Friday 耶穌受難節 所以Alex也要受一點難 有點不舒服 好了,大家歡迎福伯至快樂 我們也講講軍事 首先大家知道現在春梅大地 春梅大地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軍人要開工 要玩軍演 如果我們講到軍演 當然大家最期待的是 4月1日 美國和南韓會做聯合軍演 上次講到一個姚英軍演 接下來會做的 這個呢,我都很保證 我們下個星期都會講這個 好,看看會多些消息給我們 對,應該會多些消息 但是現在先做一些軍演熱達生 好,我們首先講講西方軍演 第一個就講英國和美國等 等,七個國家 我以前在想會不會有八國呢? 他就不是,他是七國 這次的七國,包吟七國 其實你也很難幻想的 以前八國,你數來數去都會數到 英國、美國、奧地利、意大利 八國聯軍的 對,八國聯軍 這次七國是什麼呢? 這七國這麼亂,包括什麼呢? 包括希臘,九等狂國 美國有 沒有九等,五等 為什麼不是九等? 他欠那麼多錢 沒關係,慢慢復興才是歐盟 現在五等了 今天有阿歷斯求情 五等了 接著有美國、英國、意大利 舊底都有八國的 接著有些阿聯酋 你猜不到阿聯酋 像歷史淵流一樣 哈哈哈哈 這個阿歷斯有點個人意見 我也是在說東地中海 這個真是有點個人意見 你快點找多點 你重心的 topic 就去到了 這個位置 等著你 說回了,七個國家會出什麼機 我們說說,有些懷舊機 阿歷斯喜歡的那些 先說一些新的那些 新的大家認識的,英國出台風 以色列就出F16 意大利就是龍拳風 這些大家都聽開的 接著美國出F15 就已經有少少懷舊了 接著呢 希蝶就更好 希蝶有 F16有的 但是他有幻影2000 都已經有少少懷舊了 但是還有一些堅舊 例如F4 F4已經打越戰了 真的堅舊了 幾十年歷史 但是你又不要看得到F4 其實現在他還可以飛 我有一次說笑 跟阿歷斯說 其實F4和大陸殲10 殲10打呢 究竟會怎樣呢 接著我就想 其實也未必輸 為什麼呢 有10%的機會會贏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殲10 他現在改裝到殲10C 其實真的論什麼都比你厲害 但是有一樣 始終差一點就是引擎 那麼F4跟你打得怎樣 最重要是鬥快走 我不讓你咬到之後 就等你這個計劃爆 你自己墜落 我都不用打你 F4也不差 F4兩倍音速 是啊 所以我想說F4 其實他只要不死 等你自爆 OK 大家跑到不要慣低 最重要是等你的引擎 而且殲10只有一個計劃 爆了就不能救 是必死的 根本就看一個 是否要逃不逃生 但是大家知道 大陸的機器是不流行逃生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必死的 很危險的 再說回來 這個軍演 這個軍演 基本上是很有趣的地方 焦點當然 人們就說 為什麼會在希臘做 希臘做的人說 其實應該是針對地中海整件事的 例如針對黑海艦隊 有人這樣說 針對土耳其 這個就Alex有說到 針對土耳其 大家知道 這次有人說 原本應該有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的位置 是剛剛包含的 黑海 剛剛還有北塞浦路斯 這次沒有北塞浦路斯 這次只有藍塞浦路斯 只有塞浦路斯 只有塞浦路斯 沒有藍的 只有塞浦路斯和北塞浦路斯 就不是南韓北韓 沒有 沒有 所以因為有塞浦路斯 就不會有北塞浦路斯 就不會有土耳其 塞浦路斯是親希臘的 北塞浦路斯是親土耳其 所以這次希臘主辦 就會邀請塞浦路斯 是的 因為他的軍機都入流 同文同種 明白 有說希臘文嗎 是的 OK 挺可愛的 這個軍演相當有趣 所以應該是否叫抗議土耳其 也是 因為土耳其 Alex和我上次說過 最近不太聽話 因為他自己經常買S-400 他很喜歡買別人的武器 尤其是他最壞的 就是喜歡買對家 但是因為北約 又不可以沒有他 很遲 鬥著俄斯 但他偏偏吃兩家茶禮 所以他連大陸當年 也敢勒索10億美金 你知道哪有消息說嗎 這個今集沒有說 兩句說完 土耳其想做航空母艦 原來有人說 他曾經問大陸 說可不可以幫他打一架 雖然這個消息可能有點流 總之 雅良家好割錢 我就不拿走了 留給你 不是 如果沒有了那一架 又沒有今天的 但是有些人說 首先你還10億給大陸 誠意金 很少而已 不要這麼說 土耳其是不會給你的 我這麼辛苦扣你出來 我當然不會給你 做就做就算了 我猜推薦也是有骨氣的人 好 下一單 下一單就說到印度 一說到印度 美國和印度聯手軍演 如果大家看政治形勢 就知道外交上 永遠都是沒有朋友沒有敵人 就是看情況而已 就是看菜吃飯 這件事就過癮了 為什麼會有美國和印度 其實這件事都很新鮮熱辣 就是待會後一點 我們會說到遼寧豪 近來曬冷 近來曬冷 有很多軍艦一起走 所以美國和印度都要做些事情 大家知道日本之前 是不是說了印太戰略 其實鑽石包圍網 印度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將鑽石包圍網 擴展到印度人 這樣就封死大陸在賭鏈裡面 直接斷了一帶一路 是啊 因為如果印度封到 那一帶一路就沒得玩了 所以印度人是要做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一點 我只是一個比喻 是 遲些iPhone會在印度製造 是 所以有 但是 你明白印度和美國的關係是怎樣 但是Alex 你以前跟我說過 印度人的整定都不是很法的 因為那些天氣和氣候 令人又懶惰又疼 唉 機器做的 是 可以放在機器裡 你人看著機器就可以了 哦這樣嗎? 是啊 那其實回美國做也可以 美國成本比較貴 那只是請個人而已 看而已 慢慢將來都會這樣做 但是問題是現在就會搬去人家 我只是猜 其實特朗普也是打算這樣 因為你有機器人 不如回來美國吧 電我大把 這個日本人比較厲害 哦 OK 那說回美印這個 今次 美國推出羅斯福號 如果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平時 打開網頁 看看那些航母賴怎麼走 近日 原來是這樣的 近日羅斯福號去了印度洋 那邊 另外 林肯號在美國東岸 正在試東西 試什麼 我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最近在試東西 正在試東西 現在駐守在亞洲南海 其中一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卡爾文森號 另一個就是布列根號 都會在亞洲 印度洋這一架羅斯福號 跟印度海軍有一個叫做 Tarkash 塔拉克10號 在湖南讀的中文 還有一些護衛艦 這個Alex要說一下 你是不是說有一個 agenda 這個我覺得是美國海軍想訓練印度海軍的護衛艦 那個模式 或者作戰 即是教他們怎樣用護衛艦 即是教他們的系統怎樣用 那些 但其實他們的軍艦 是不是都是俄羅斯東西來的 所以更加要 那是俄羅斯 那就是俄羅斯 我用俄羅斯軍艦 走行美軍戰術 很棒 這是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不是很棒 很棒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件事 擺明是玩中國的 擺明是中國玩了一個南海軍艦 我就弄這個軍艦 所以Alex經常跟我們說 美國今年是要弄鬼大陸的 俄羅斯和大陸 一定會弄鬼你們 2018年也不會 我們看看旁邊那張 就是說遼寧艦 哇 這個真是有些搞笑 遼寧艦 據說 這個大家都是空拍圖 圈著的位置是航母艦 這個就是Alex口中的雅良格好 圈著的位置 大家看到前後咀有什麼 很多隻腳仔 上面只有幾隻 再看下面 是不是好像螞蟻感覺 好像腳仔 腳印 這些腳仔 大家就想起什麼 好像老鼠那些 螞蟻很多隻 有40架 但40架我們猜 其實40架等於什麼 其實大家知道 如果一個航母艦 正路應該有多少艘船 4、5架 其實是這樣的 通常正路 如果我們說美國 會有兩個提康德納卡級 兩個就是過萬噸的船 很厲害的 接著會有2至3架阿里巴克級 我當全勝4架 接著會有少許的護衛納 但現在不流行 以前會出派利級 如果是大陸就等於0,5,4 他會出大約5至6千噸 在隔壁 但現在因為退役 所以他會照用阿里巴克級 要捱耳氣 這樣加起來 都是4至6架 然後有攻擊型潛艇 在下面守住 有些人說有2隻 有些人說有4隻 我當作4隻 現在數學加了 加起來就只有8至9隻 再加一隻部級艦 10隻 現在遼寧艦有多少隻? 40隻 即是等於4個恐怖艦艦隊 但其實他只有1架恐怖艦艦隊 所以最關鍵的是 其實他是否正在試 即是否正在試 他一次過要調度到 一個恐怖艦艦 最多可以調度到多少軍艦 有時候我們會想 其實整件事 為何要用40個軍艦 40個軍艦 究竟如果放在一個航空母艦中心 那航空母艦首先 能否指揮到這麼多個呢? 還有就是 如果他現在有這麼多個 大家想 40個是甚麼? 其實我們還未知道 究竟是054那些 5-6000級 5-6000... 不是 他也沒有5-6000噸 是4000噸 或者是說052CD的位置 還是現在出052CD 是未快下水 可以服役到的 所以呢 這些都是比較小的 好了 大陸是否意思是 40個才救人家 10個抽呢? 還是其實他正在練習 我正在練習 這個大家是值得追一追的 又不是真的當笑了 不是那麼簡單 那下一章呢 就說到芬蘭 是 芬蘭這個很棒 Alex說 這是歷史意義 這個很棒 原來那時候 芬蘭為甚麼叫F-18呢? 是 原來有故事的 是這個聽你說的 那時候冷戰時代 如果俄羅斯 或者蘇聯 打來的話 如果一個國家 這個 本土不保 那些F-18 就要全部飛到美國 航空母艦上面 好熟啊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等於 在東方有一個故事 我又說了 故事就是 如果一個島國 在大陸的東面 這個島國 萬一失陷的話 第一件事 甚麼都不做 就是把飛機全部飛到 一個甚麼島 哦 開關島 那個島 全部放進去 等待下次回去 應該差不多 好留實力 是的 這次是甚麼呢? 就是他一個飛行員 他成功降落 美國的航空母艦 這個降落在哪裏呢? 就是林肯號 是 剛才我們說過 美國有架林肯號 就是在美國東岸那邊 是 現在呢 就是在維珍尼亞州 其實就是在那邊試 試甚麼呢? 我相信跟F-35有少少關係 是嗎? 他說買F-35 因為他有機會是玩降落 F-35C降落 我猜是在試的 噢 今次 芬蘭的FA-18 就順便玩了一次降落 在那裏 其實大家知道 FA-18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他本身有歐 是 因為海軍可以下 其實空軍很少下歐 其實空軍很少下歐 其實很少空軍會放一隻歐 他多數有配備 這個人應該是空軍飛行員 因為你知道芬蘭是沒有航空母艦 而且他的國家都不適合用河母艦 因為你知冰 你都沒有什麼講話 我相信也不適合泡河母艦 這個食水是說 這些真的食水深 十米、十一米、十二米坐底 20米不用的 但如果你說超過10萬噸 就要有15米 我當我們尼米茲級 大概都要食10米 芬蘭有沒有10米深 就要不結冰 我想比較難 所以其實沒用 但芬蘭這次降落島 就像Alex所說 就有歷史意義和政治意味 其實就告訴俄羅斯 你搞我這些中立國 我們就會馬上投入美國 我們和美國是一步之遙 雖然我們叫中立國 但我和你一點都不配 我相信就有這個意味 聽說這次的飛行員 他跟媒體說 其實這次飛行員都很完美 是說得正式的 表示那是段落太陽 也不敢為 之後 只會